- 特殊保養 - 特殊保養 - 哈囉 大家好 - 我是Lian - 我是Mandy -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 特殊保養 - 特殊保養 - 就其實大家應該也想知道 - 哪些步驟算是特殊保養 - 就其實很簡單 - 就除了你平常 - 早上跟晚上固定會使用的 - 化妝水和精華乳液之外的其他步驟 - 我們都可以稱之為特殊保養 - 然後接下來大家想說 - 那我什麼時候 - 要做這些特殊保養的步驟 - 非常簡單 - 有兩個情況 - 第一個就是你 - 譬如說像最近季節交換的時候 - 但很多人可能就會大冒油 - 粉刺啊之類的 - 都會大爆鬥 - 那這種時候你皮膚有狀況的時候 - 或是你覺得最近摸起來乾乾 - 或者很粗糙 - 或者甚至你過敏的時候 - 這就是可以做一些特殊保養的時候 - 第二種呢 - 就是每個女生都一定要做的 - 就是根據你的膚質 - 譬如你乾肌油肌混合肌等等 - 還有你的膚況 - 你去感受說 - 應該是一個禮拜做一次 - 還是兩個禮拜做一次 - 因為每一個人 - 其實我們皮膚它都會有一個生長週期 - 然後我們一般皮膚自然會代謝 - 角質成大概是28天 - 那根據譬如你最近皮膚 - 譬如你非常是油肌 - 那你可能會比較容易堵塞 - 所以你可能就不是28天 - 可是如果你沒有定期去做這件事 - 然後讓它一直堵在那邊的話 - 那其實那就會變成粉刺了 - 而且保養品沒有辦法洗手 - 比如說你做一些特殊保養步驟 - 它包括你其實平常早晚的這些保養步驟 - 都是為了讓你皮膚維持在一個健康的狀況下 - 它可以自然代謝 - 然後臉上才不會講一些微微的東西 - 沒錯 - 然後其實就好 - 我們第一個部分我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 - 就是清潔你的臉部 - 可是我說的不是一般洗面乳而已 - 像其實清潔這個部分主要可以分成三種不同的 - 第一個就是清粉刺 - 然後還有去角質跟深層清潔 - 其實因為以前我們比較年輕的時候 - 我們也比較不知道這三個區別在哪裡 - 所以以前我們可能就是 - 只是只會選擇其中一種使用 - 可是其實就是現在大家必須要了解的是 - 就是這三個分別是清潔你臉上的哪一個部分 - 應該說深多深層 -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大家一開始一定會去粉刺 - 因為粉刺就是你看得到 - 你有沒有粉刺你自己感受得到 - 就是你鼻孔那些黑黑的東西 - 對 - 第一個我們會拿來去粉刺的東西 - 就是譬如說妙筆貼 - 然後還有就是三四年前很紅的sexy look的三步驟 - 可是就是我們兩個現在都比較不喜歡用那麼強效去粉刺 -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在使用了 - 因為它那個其實比如像妙筆貼 - 所以就是因為大家會覺得說很有成就感 - 就是你撕下來的時候你看到粉刺都站在上面 - 可是你有時候你仔細看你皮膚 - 你撕下來這一塊就是妙筆貼貼過的那個區域 - 其實你皮膚是發紅的 - 然後除了你皮膚會就是會讓它發紅之外 - 你把那些粉刺拔出來 - 它其實是一個洞 - 那裡面有髒東西 - 你把那髒東西這樣拔除之後 - 那個洞還在那邊 - 那如果說你後續像你們年輕的時候不知道 - 你就只知道拔除這個洞就覺得 - 喔好結束 - 可是其實那個洞就敞開著 - 所以你臉上就會變成有一顆顆坑洞 - 所以很多女生就是 - 包括我們兩個 - 鼻翼頭 - 尤其鼻翼這邊都很多 - 應該說小小洞 - 比較大的貓孔 - 對其實就是以前年輕不懂事的時候 - 譬如說你做這些事情 - 然後讓它就變成留下永久的 - 你後續你很難讓它就是合起來了 - 所以我就是不建議大家 - 如果你現在很年輕看到這影片 - 就千萬不要做這些不聰明的舉動 - 所以你還不如去就是做臉 - 輕用做臉阿姨阿 - 幫你們把那些粉刺弄掉 - 因為他們也不會留疤 - 然後也會讓 - 他們最後還會幫你們把你的毛孔收起來 - 對 - 接下來就是去角質 - 就我們兩個用過去角的產品 - 就有IPS啊 - 可是就是去角質 - 有分成兩種不同的方式 - 就是物理性的 - 就像譬如用IPS啊 - 裡面有顆粒的那種 -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是化學性的 - 就是可能它會找一些有酸類的產品 - 就是因為酸類的產品 - 因為酸類的產品可以幫助你 - 就是角質的代謝比較快 - 我酸類的產品後我們用的是 - 其實是妹妹買的Origins的Auto Trouble - 那它這個非常的就是平易近 - 因為它的名字就是非常容易懂 - 就你當肌膚有問題的時候就可以用它 - 那我的話因為我是乾性的皮膚 - 所以我不會用在全臉 - 我就是用在比如說T字 - 不知道如果哪裡下巴有痘痘 - 可能粉質很多的時候 - 就是弄在我需要處理的地方 -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用Auto Trouble - 我們都不是為了要去角質 - 我們都是為了比如說長痘痘 - 希望它代謝快一點的時候 - 只是我們想要跟大家說的是 - 假如你最近你有在用一些酸類的產品 - 你就不要再額外再用 - 就是顆粒性的去角質 - 因為這樣你角質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薄 - 你臉就會變得很敏感 - 角質層不是越薄越好了 - 角質層是一定要有的 - 它是保護你皮膚的 - 對 - 所以但是太厚的時候 - 它太厚到會讓什麼東西你想要保養的東西 - 穿不過它 - 但如果它太薄的話 - 什麼都可以進到你皮膚裡 - 因為皮膚永遠都是處在一個沒有防備的狀況下 - 最後一個就是深層清潔 - 去角質層是去不同地方 - 就是去角質是比較表層的 - 然後深層清潔面膜式就會暢通你的毛孔 - 把裡面的髒物都吸出來 - 然後就像我們兩個有用過的 - 有什麼啊? - 我們有些人有用過的 - 其實其實真的也蠻紅的 - 一個保溢的 - 它其實是凍膜 - 它其實有很多罐 - 那時候我們用的是買它黑凍膜 - 因為它就是黑色裡面就要有添加竹炭成分 - 然後就可以吸附那些髒物出來 - 那其實我覺得那個效果其實也蠻不錯的 - 然後因為它可以冰在冰箱裡面 - 然後像是果凍一樣塗在臉上 - 就夏天就覺得 - 好冷好舒服 - 很舒服 - 那些泥類的 - 譬如我們那時候有法國買的一個是 - Green Clay Purifying Mask - 它其實就是 - 它就是你塗上去之後 - 可能靜置個10分鐘它就會乾掉 - 然後你就趕快再去用水把它清掉 - 只是這裡要注意一下 - 就是你不能這種Mask - 譬如說我們還有用的一個是Thread - 它也是礦泥膜 - 可是它們都會乾掉 - 可是你不能完全早上它乾掉才去洗掉 - 因為其實它為什麼會是濕濕的狀況下 - 除了它本來其實出來是濕潤的情況 - 然後你皮膚上也有水分 - 可是等到乾掉的時候 - 它把你的皮膚水分都帶走了 - 因為那時候你不趕快一直把它洗掉 - 後來你皮膚就變得超乾的 - 所以你也不能是 - 那些東西塗完之後 - 你就是耍飛去看劇了 - 但其實我覺得我們兩個 - 現在用完這兩次 - 我們兩個都不覺得很喜歡Thread - 因為我們覺得Thread比較好上 - 就是比較容易塗抹均勻 - 可是那法國就 - 它比較更黏一點 - 然後就比較不容易塗勻 - 然後Thread我覺得它還有一個好處 - 它比較好寫 - 比較要洗乾淨 - 對 如果有時候你那個沒有洗乾淨 - 你就是原本想要清潔 - 反而讓那個沒洗乾淨 - 反而又讓那個東西又再殘留在那裡 - 欸 怎麼這麼蠢 - 不要這麼蠢的事喔 - 跟大家分享完就是 - 清潔方面的特殊版的步驟 - 我們接下來就要跟大家講 - 比如說什麼 - 幫臉上就是補充一些水分 - 然後第一個呢就是師傅 - 其實師傅這個步驟呢 - 是你每天都可以用的 - 然後師傅的主要功能就是 - 幫你的臉上就是 - 就是注入更多的水分 - 然後因為其實當你臉的油水平衡的時候 - 你的臉上的代謝才是最最正的 - 一個像我跟姐姐剛講的 - 就是你才有最健康的肌膚狀態 - 然後最長不要超過五分鐘 - 因為超过五分鐘 - 反而會把你的臉上的水分帶走 - 然後可像我自己會用濕敷的 Razumbề Bae - 或者我臉上有狀況的時候 - 例如說我最近就是季節的召喚 - 我臉上長得非常多那種小小的白色粉刺 - 這時候我就會進行濕敷 - 因為我不想再給我臉上太多刺激 因為我會希望我的粉絲趕快代謝的掉 對 然後師傅這個步驟 一般就是我這邊我建議大家去買那種可濕式的 就是那種它是一片小塊的 可是它可以濕成很多層 那種Muji啊 Aribium Yupsa都有 然後其實我覺得Muji就還蠻好用 而且覺得比較容易買得到 然後我推薦給大家 然後還有一個是就是師傅這個步驟就是補充水分嘛 那其實很多女生會習慣在公司放一罐噴霧 她覺得皮膚乾她就噴 她覺得我在補充水分 可是其實因為空氣中有很多水分 如果說你臉上有水分 那空氣中會把那些水分吸走 所以反而把你原本殘存的一些原本的水分都帶走 你反而會越噴越乾 所以千萬不要再公司做這件事 比如像我自己比較喜歡就是拿來濕膚的產品 就是我很愛用絲瓜水 因為我覺得絲瓜就是很天然 然後其實我們兩個也會用一些我們平常在使用化妝水 或者是我之前就是皮膚狀況比較差的時候 我會有亞樣的火唇水 然後就噴在上面然後濕膚 但這也是蠻傷本的啦 但是因為亞樣它非常的能夠鎮定皮膚 所以如果你皮膚是敏感肌 你濕膚的話你可以用亞樣 然後我覺得你臉比較乾 就是上妝沒有用卡粉 今天也可以濕膚 我只不知道大家早上有沒有那個美國世界 這個特殊保養步驟 應該是所有女生都知道的 就是很簡單的敷面膜 但是敷面膜 就是居然要說敷面膜這件事 你要把它做對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敷面膜的一個整個完整的SOP 就是說你一般的保養步驟 你就是化妝水丸精華液乳液 所以說你的面膜這步驟就是精華液這個步驟 所以你一定在上面膜之前 你一定要先上化妝水 然後再來就可以敷面膜了 然後敷完面膜之後你就要用乳液 再把東西包覆住 沒錯 所以如果說你敷完面膜的時候 你就直接去拿下來就睡覺 那你又白敷了 因為你沒有東西把它鎖住 就你一擦精華液最後沒有擦乳液 你又白擦了 就是反正就是有三步驟 是最簡單的情況下 假如你敷完面膜你還會再額外擦精華液嗎 因為像我有時候就想說 嗯我現在到底要不要擦精華液 我覺得可以擦精華液這件事 只是因為精華液這個東西是 為什麼要擦精華液 因為精華液它的分子比較小 它才可以蒸的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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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蒸什麼東西啊 它才可以真正的進入到你的蒸皮層裡面 所以我們才一定要擦精華液 不然你擦化妝水跟乳液都只是在表層而已 但是精華液這個東西 它的分子就有分...分子大跟分子比較小的 你不知道你的面膜的精華液的分子比較大 還是你現在手邊有的精華液的分子比較大 如果你先擦分子比較大的 然後後續小的就進不去了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情況下的話 我建議你最簡單的就是 你就直接敷面膜就好 你就不用再額外擦精華液了 當然有一個也是安全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比較...一定要再擦精華液的話 你就可以擦前導型的精華液 就是你明天是不是有什麼重要的約會要去 對就先擦前導型的精華液再敷面膜 那前導型精華液就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小黑瓶跟小中瓶 就是兩個就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其實很多其他的品牌也有出這種前導型精華液 不一定要買這麼貴的 然後你先上前導型精華液再敷面膜 然後最後再擦乳液就OK了 好 然後還有很多女生問我說 但臉上已經敷完面膜之後 我要爸爸...有時候臉上... 爸爸... 爸爸在家喔 就是你臉上已經敷了面膜之後 跟你拿掉之後 你會覺得臉上還有一些殘留太多的精華 你就覺得你怎麼塗它都還在表層 這個時候你覺得太多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它沖掉 用清水把它沖掉 但是有時候我會就是... 其實沒有剩下真的很多的時候 我會就是趁機的時候 因為臉上就還很濕潤 你就趁機可以做一些按摩一些淋巴的步驟 因為有時候你乾用的時候 反而造成臉上可能會有皺紋 皺紋 就臉上可能會有皺紋 就被人家皺紋 就臉上可能會有皺紋 對 就是反正 你既然敷了面膜之後 就是這些小撇步 你就稍微都稍微記一下 就是整個SOP就照著做就不會錯了 好 現在我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分別油肌跟乾肌 就是我們現在有在進行的一些特殊版的步驟 好 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先分享我乾肌的部分 然後我現在其實就前面有分享過了 我們不喜歡用一些很強制性 讓我們粉刺 或是角質消失的方法 比如說那種撕掉那一種 就很容易讓我們毛孔粗大了 對 就是我們畢竟也沒有那麼年輕了 然後所以我現在的話呢 我們就是採取一個比較溫和的手段 然後我的話我是有在用洗臉肌 跟解鹽粉 這兩個東西 那我覺得這兩個東西非常的好的 原因是他們可以在每天的當中 慢慢就是清 非常乾淨的清潔你的皮膚 所以它不是一次就是你知道 強調把全部都去除 對 但是它又比一般的洗面乳更強效一點 所以因為我是乾淨皮膚 所以我沒有那麼多過多的油脂要清理 所以我不會每天都用 比如說洗臉肌或是解鹽粉 那我一般我自己感覺我的膚況的話 我大概是一個禮拜用兩次 就是一次解鹽粉一次洗臉肌 如果說我真的皮膚最近重的比較差 我可不可以多用一次洗臉肌 但我不會每天用洗臉肌 因為我覺得其實洗臉肌它真的洗得很乾淨 對 然後這樣的話我就是每天就是有溫和的在去除我的角質 然後因為我還有額外 比如說我夏天我會用千病的潔膚水 用化妝棉這樣擦我的皮膚 就是化妝水淺 然後冬天我會用Alibion它的解膚乳 它也是用化妝棉這樣擦 也是都是溫和在去除的角質 所以我其實每天都有在溫和做這件事 我就不需要有一天突然就是很用力把那些東西 就是從臉上去除 也不會對它們對我皮膚來說也不會那麼的刺激 然後接下來我還會用深層清潔的部分 就是因為你皮膚裡面要把髒東西帶走 我會 我的話因為我皮膚是乾淨的話 我大概會 兩個禮拜或是一個月在做一次的深層清潔面膜 然後我會用的話 就是我最近比較喜歡就是3的 或是那個法國買的 Clay的Purifying Mask 然後這樣就是反正就是 你就在上面靜置五分鐘在洗掉之後 其實你就會覺得皮膚變得很乾淨 就是我會覺得蠻有差 就是因為其實你在上保養品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到它們到底有沒有進去的感覺 對 好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用的東西很類似 就是我們兩個用的頻率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是油肌 然後因為我之前有在就是打雷射 所以我皮膚就變得比較敏感 所以我已經很久沒有使用洗臉肌了 嗯 可是就以前我有當時 我有在使用洗臉肌的頻率 我大概一個禮 我不會每天用 然後就隔天隔天 這個其實跟它鼻材就是高蠻多的 可是以前我有在用洗臉肌的時候 我就不會用截眼粉 可是像我現在臉就變得比較敏感 我就用截眼粉去代洗臉肌 然後我截眼粉可能一周會用個兩到三次吧 對 就是我 因為其實截眼粉應該順便有點去角質 多少去角質的感覺 對 就我覺得我有那個粉刺的時候 我就會用out of trouble out of trouble 也會在你角質層就是你知道去掉 其實我覺得深層清潔沒有對待說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油肌 特別是夏天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是化妝 然後又出油 然後你那些髒東西都會你知道 累積在你的毛孔裡面 然後就反而更容易導致長一些 就真的很恐怖的大痘痘 所以就是我用深層清潔面膜 至少一個禮拜會用一次 或者是譬如我講我今天我專化給它弄 我回來我也會使用深層清潔面膜 因為我覺得就是除了卸妝以外 我還可以就是把我的毛孔就比較好的疏通 我現在非常喜歡先使用深層清潔面膜 再用一般的保養性面膜 就我覺得我這樣面膜會比較好吸收 然後我後我的面膜的話 就是比較認真的話 我會每個禮拜敷一次面膜 然後其他其實就看心情了 如果皮膚狀況真的很差很乾的時候 我會就是可能禮拜敷個兩次這樣子 但其實就是我的最主要一個就是 你要看你自己的膚況 對 就因為有時候其實你皮膚不太好的時候 它的吸收功能也不是這麼好 我覺得這時候你就不要硬 這樣讓你皮膚有負擔 但是硬要說我是不是要敷下面膜 我覺得這時候你反而你膚也沒有用 對 然後有時候你皮膚真的很脆弱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皮膚那時候已經很薄了 你再去做很多去角質或生成性的 反而會讓它變得更薄 就是得不償失 那時候就是主要你要注重清潔乾淨 然後注重保濕就對了 才讓你的皮膚就是 就是重新生 重新長生一個健康的肌膚狀態 這是我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就是保養相關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們講說 你們還想看哪些 跟保養品有關的影片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喔 然後我們還有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帳號我們都放在這邊 然後麻煩大家去follow我們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這樣就是真的看不出來 有任何什麼小瑕疵了啦 除了這邊有一個小豆疤之外 就是完全是可以出門的程度 這樣輕拍一下就可以出門 好嗎